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 伊朗叙利亚成交点 挡不住智能手机的潮流 黑煤机公司将面临被收购的命运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2013年9月24号 星期二晚上的VOA委事 我是郑玉文 中国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已经如预期的就判决提起了上诉 那么备受瞩目的薄熙来案是否会再添变数呢 薄熙来的审判对于中共的形象来说 它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观察还有分析 不过首先我们要先带您看看 在肯尼亚购物中心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已经进入了第四天了 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说 他们的战斗人员仍然在购物中心里扣押着人质 而肯尼亚的军方则说 军队正在现场展开早尾的行动 肯尼亚警方敦促民众 不要理睬警方所说的青年党的宣传 那么在早些时候 有关官员曾经表示 他们已经控制了这座购物中心 而军队正在大楼内 搜索任何还在楼里的人 所有人质都已经获救 有关详情 下面就是VOA卫视的报道 肯尼亚内政部星期一晚间说 军人们仔细搜索 维斯特盖特购物中心的每个楼层 寻找仍然在里面的任何人 当即说 三名枪手在与肯尼亚安全部队的冲突中被打死 并至少有十名嫌疑人被捕 肯尼亚外交部长阿美娜 在接受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台 新闻小时节目采访时说 相守来自几个国家 包括美国和英国 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 这些美国人是年轻人 年龄大约在18到19之间 罗马里血统或阿拉伯血统 曾居住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和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 这太大强调我们打击恐怖分子战争的全球性质 美国总统奥巴马 星期一在联合国说 他本人已向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表示慰问 我们将向他们提供任何必要的执法支持 我们相信多年来 一直作为东非稳定支柱的肯尼亚将会重建 但我认为 这凸显了国际社会中的所有人 都必须要反对这种组织所代表的 这种毫无意义的暴力的程度 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的激进分子宣称 是他们上星期六占据了繁忙的购物中心 在对该购物中心的数日围攻中 他们打死了至少62人 同时自会说死亡人数为69人 死者当中包括陈亚塔总统的侄子和未来的侄媳妇 青年党说这次攻击是报复肯尼亚军队对索马里的干涉 他们要求所有的肯尼亚军队撤出索马里 他们的要求被肯尼亚政府拒绝 肯尼亚军队两年前进入邻国索马里 帮助击溃青年党 青年党在为把索马里变成一个保守的 伊斯兰国家而战斗 青年党激进分子经常跨越边境 在肯尼亚发动攻击 VLA卫视报道 继续我们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 他将在星期二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 向各国领导人来发表讲话 那么预计他将谈到伊朗 呼吁举行更大范围的对话 以及需要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 来做出更有力的反应等等问题 奥巴马总统向各国领导人 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后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将登台发言 他星期一敦促西方国家领导人与伊朗接触 放松针对伊朗的痛苦的经济制裁 国际社会出于对伊朗寻求发展核武器 并一再拒绝接受联合国提出的要求 要其终止油浓缩的要求专注 而制定了这些制裁措施 美国官员表示 奥巴马还有鲁哈尼 在纽约期间没有会晤的计划 但是不排除这种可能 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国王以来 美国还有伊朗的政府首脑就没有进行过会面 接着我们要把焦点转向在中国 被中国当局判处无期徒刑的民主活动人士王炳章 他已经在牢狱中度过了11个年头 不过国际社会要求中国释放王炳章的呼声 从来没有中断 最近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出现了与王炳章同求的行为艺术 这也让人们更加的关注王炳章 而一本以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为原型的小说 《九天》的出版 更是把人们对于王炳章的关注推向了高潮 下面继续是VOA为时的报道 对纽约时报广场的行为艺术 王天安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非常感谢参与行为艺术表演的社会活动家们 对于社会活动家们轮流进入模拟的监牢里表演 特别是对已经在那个监狱里待了十天的王君涛 我非常的感动 我认为这是通过一个很有趣的方式 来向美国公众介绍我父亲的案子 王天安这次来华盛顿主要是为了参加国会图书馆 在国家大草坪上举行的图书节 尤其是为了参加以他本人为原型的小说 《九天》的签售会 这本小说的作者是华盛顿邮报记者弗里德海亚特 小说以王天安寻找因民主运动而被消失的父亲王炳章为创作蓝本 讲述了主人公华裔少女陈天安和朋友温库普 到香港寻找陈天安突然失踪的父亲的经历 现年65岁的王炳章是因为组织举办 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活动而被捕入狱的 王炳章1979年出国留学 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82年他创办了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 1983年创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1989年他参与创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 2002年6月 王炳章在越南与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见面的时候被消失 随后中国政府以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 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 并在广东韶关北疆监狱服刑 2008年为了营救父亲 王炳章的女儿拥有加拿大国籍的19岁的王天安 休学一年来到美国 四处奔走于人权组织 政府官员和媒体 以期获得各方对父亲的帮助 我认为美国政府在人权事务上很有影响力 如果奥巴马总统提到我父亲的名字 并且说他的释放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会有很大的帮助 近几年 王天安虽然多次申请赴中国大陆的签证 以便探视父亲 但均未成功 至今王天安已经五年没有见到父亲了 虽然王天安认为他得不到签证 是因为他在各地的支持和营救父亲的言论 但他表示不会因此而沉默 两种方式我都尝试过 实际上在我的签证被拒之后 我尝试过保持低调并远离媒体 但最终这并没有任何的效果 这使我意识到我表达与否都不会对现状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我决定尽可能多地坦率表达 小说九天的作者华盛顿邮报记者海亚特说 他知道在中国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是很危险的 但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人会越来越多地了解世界 他们会更渴望言论自由 我知道在中国人们被告知 像王炳章这样的人是危险的 是坏人 他们不爱中国 但我的想法却不一样 我认为他们只是想和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我在中国我会问政府 你们为什么要把人们关进监狱 海亚特表示 他很赞赏王天安的勇气 相信他有能力营救父亲 海亚特也希望自己的小说可以帮助王天安 使他营救父亲的努力 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 美国之音实习记者 魏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因为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 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呢 已经确定的是他口头告知了法院 将就所有的判决提出上诉 那么预料最快薄熙来的律师 可能会在十一长假期后来提出书面的上诉 而在星期二呢 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公开了更多 薄熙来在庭审期间的录像 那么在我们连线北京的观察人士前 我们先来看看VOA卫视的这篇报道 薄熙来星期天在晋南法院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审判长王旭光向薄熙来宣读了判决书 1. 被告人薄熙来犯受贿罪 判处无期徒刑 获得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募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并处募收个人财产 人民币100万元 犯滥用之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7年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获得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募收个人全部财产 随后薄熙来被戴上手铐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薄熙来双拳紧握 微微颤抖 香港媒体星期一 援引旁听了薄熙来庭审的消息来源称 薄熙来听到被判处无期徒刑后 当庭高呼 判决不公 在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录像中 包括了薄熙来以前在法庭上 为自己辩护的画面 我相信他们收集的这些证据 都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这些证据只能证明 古开来搞了这么一套房子 并不能证明这套房子和我本人有关系 2012年2月 薄熙来的下属 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 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揭开了薄熙来最终倒台的序幕 在法庭上 薄熙来和他的辩护律师 跟王立军当庭交锋 那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 进入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 当时那个情况很危险 首先呢 我受到了暴力 而后呢 就是我 就在我受到暴力之前和之后 已经有11位 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和这个案件的侦办人员 失踪了 王立军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 1月28号 你和我们谈了几次话 除了6号以前 1月28号 从29号开始 一直到5号 每天 我都要被你叫去两次 而且你明确告诉我 你不能随便走 由我来 告诉办公室 给你安排任务 薄熙来虽然在判决后 当庭没有表示要上诉 据了解 这一案件的消息人士透露 薄熙来目前 已经对他的判决 提出上诉 薄熙来的律师王兆峰说 听声过程中 恐怕大家都看到了 整个法庭的组织 非常规范 能够充分地保障 诉讼各方参与人的权益 我们辩护人 应该说 也一方面 也充分地尽我们的职 也尽我们的则 法院也很好的保障 我们的权利 美国之音 VOA卫视报道 那我们看到 在这场审判里 法新社也报道了 薄熙来在审判中 拒绝认罪 而在判决后 又继续上诉 这在中国的审判里 可以说极为少见 因为一般都是 扶手认罪的 到底这场 戏剧性的薄熙来审判 会如何的持续下去 而中国政府 介于处置薄熙来 来展现反腐的目的 又是否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呢 我们下面就要通过连线 请在北京的 异议人士 也是中国民主党的 创办人 扎建国先生 来谈谈他对于 本案的观察 扎建国先生您好 你好 组织人好 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相信也是很多中国观众 都在询问的 就是薄熙来上诉 到底得到改判的几率 有多少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不表乐观 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 薄熙来不会得到改判的任何机会 上诉口法肯定是维持有满 是 那么我们说啊 这个很多分析人士也提到说 在薄熙来案里面最遗憾的 那就是薄熙来他在重庆的所作所为 有很多的冤假错案 在这次的庭审中 并没有被列入他的滥用直权罪 很多人说这个黑盖子没有打开 那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您对于整个庭审有如何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黑盖子没有打开 这个应该说是很多的预测 传闻 是不是真的 这个恐怕里头有很多迷 但我是倾向于事情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认为这是在中央政府的 他们的计划之类的 您一直都在强调 就像现在您也提到 您认为薄熙来的受审 不是中共内部的一个路线之争 而是一个权力的争斗 您是不是能再跟我们详细的说明 您的看法 因为我认为薄熙来和现在的 执政党洗礼当局 他们在走什么路 打什么棋 唱红打黑 保持红色江山不愿色 在这些根本问题上 本质问题上 路线问题上 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 因为普通的贪污的刑事案件 那在现在的高层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单条 薄熙来来处理呢 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权力之声 是江派和这个无习之争的言训 那么扎建国先生也有人提到 就是说到底处置薄熙来 到底对于中共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有人说 中国当局如此的前置薄熙来 很可能会更加深 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这种搞阴谋 或者残酷的这种印象 对于中共的形象来说 不但不是加分 甚至可能是减分 我想您可能也赞同这样的看法 您的立场又是如何呢 在加分减分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从表面上来看 从中共它当局自己的宣传 和自己的认识来看 他们认为是加分了 认为他们表现了 现在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表现了他们在搞法治 但是这是一种表面信息 实际上来看 它是减分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它的各种分裂和内斗 都是高度的激秘的 是幕后的 所以由于薄熙来这个案子 现在这种争斗公开化了 是视而看得更清楚了 尤其在互联网 把这种争斗 使得传播得更广 更突出了 这样在实际上 它是解分了 是 家庭国先生 最后我想要请教您几个问题 非常有趣 我们看到这几天 当然各家媒体 都有许多的评论文章 我们看到英国广播公司BBC 他在一个评论文章里 他说 薄熙来可以说是中共当今 最有才能的一号人物 那么失去了薄熙来 或许多年以后 中共会因此而感到后悔不已 您的看法呢 您觉得薄熙来案 在未来的几年 或者未来数十年 还有没有这个可能来翻案呢 我认为薄熙来这个案子 到现在为止 这一夜就已经翻过去了 虽然会还有些余波 但是他永远不会 就是在他的一生中 不会再翻案了 除非是中国政局 发生了大的变化 毛派上台 但这个可能性 是文乎其微的 基本没有的 是 我认为薄熙来作为毛派的精神领袖和旗帜 这个旗帜也打不下去 是 扎先生最后我们看到 我们说这个很多人说薄熙来倒台之后呢 接下来的这个矛头都指向周永康 您自己也提到说 中共当局可能接下来要锁定更大只的老虎 您认为接下来的目标会是谁呢 所以这个都是大家期待的事情 这个还是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 比如说 现在这里的传闻非常多了 这种传闻是真是假 是谣言还是传闻爆料 现在的当局他不敢解释 不敢去捧 但如果按现在的传闻来说 如果周他配合 他或者是现在中央下决心 要解决周的问题 要提出周的问题 那么中共党类的矛盾 会更加激化 和更加暴露 如果反制呢 可能党类的动作 会所愿意的比较缓和的气息 吸引人的政权 会得到很大的鼓舞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扎建国先生在北京 接受我们美国基因的访问 非常感谢您 那么有关薄熙来案的后续发展 还有影响 美国基因也将继续的 在我们广播电视节目 还有我们的网站中 为您做深入报道 欢迎您登入美国基因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把焦点转向台北 有近五成的台湾民众说 他们希望两岸永远维持现状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新闻永远滚动 获取美国之音新闻 弹指之间 随手可得 美国之音登场Google Currents 在Google Currents搜索订阅 美国之音 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 不管在线离线 既迅速又方便 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 或平板电脑下载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 详情请上 美国之音中文网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台湾当局已经确定了 出席10月份在印尼 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代表 而这个人选 就是台湾的陆委会主委 也是前总统府的发言人 王玉琪 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就有台湾的媒体分析说 这项安排很有可能 是在替马英九 还有习近平的会面 来进行铺路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近五成的台湾民众说 他们希望台湾永远地维持现状 有关详细情况 我们下面就要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的 特约记者江永泰 来为您报道最新的情况 永泰你好 宇文你好 是永泰我想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王玉琪这个初选 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么王玉琪本身对于 即将要出席这个亚太金核组织会议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呢 好的 那么王玉琪呢 他事实上呢 这一次应该算是这个 马英九总统代表 就是前副总统肖万长 他的重要的这个顾问 那么他自己今天接受媒体表 表达了说 他这次去是要当肖万长 在两岸这个关系上面的 这个咨询 还有这个幕僚 那么不过呢 大家就像你刚所提到的 大家会很关切 那他等于算是 过去从来没有 台湾的陆委会主委 出席过亚太金核组织会议 那么王玉琪去的话 到底有没有些什么 特别的目的呢 那么媒体询问 是不是要为这个 马所谓的马席会来铺路 那他特别这个澄清 他这次去这个参与 这个APEC会议 他觉得他表示说 和政治无关 那么同时当然也和 所谓的马席会呢 是没有关系的 预文 是那台湾各界 对于王玉琪的出现 他们又有什么样的 一个反应呢 我今天特别去立法院 采访了朝野立委 那么在执政党方面的 立委是认为 如果王玉琪呢 在APEC会议上面 能够碰到他的对手 就是中国国台办的主任 王志军的话呢 那么凸显了两岸呢 在国际场合 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那么另外呢 不过 绿营方面的立委呢 是有些担心的 认为王玉琪去的话呢 应该是的确要为 两岸未来的领导人 来做铺路 因为马英九 在今年八月份 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呢 也曾经表示 他希望将来有机会 能够亲自的出席 APEC会议 那么蓝营认为说 马英九在寻求 历史定位的同时呢 不要在两岸政策上面 太过躁进 因为这样可能会伤害了 台湾的主权 宇文 是 永泰 最后我们想请你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台湾的联合报 在这两天做了一个新的民调 就是台湾民众 对台湾前途 有什么样主张和看法 能不能简单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民调的内容是什么呢 好的 联合报在近几年呢 每一年啊 都有做类似的民意调查 那么今年的民意调查 和去年啊 就上一次的所做的结果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今年的结果 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 有将近五成 也就是47%的台湾民众 希望永远两岸维持现状 那么在 希望尽快独立的民众呢 是有20%啊 那么就是先这个维持现状 那么再来追求独立的民众 有13% 那么至于在统一方面啊 那么先维持这个现状 再来追求统一的呢 有10% 那么希望赶快统一的呢 有5% 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呢 就是说 只有在这个 所谓的集统方面啊 和去年有一点差别 就是今年是增加了 两个百分点 那么还有一点 值得注意就是说 有66%的台湾民众认为 中国将来呢 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不过呢 也有超过六成的民众认为 中国的强大 应该不至于会 危害到台湾的安全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永泰 在台北 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要看看 联合国大会的年度会议 从今天开始 要在纽约一连举行一个星期 稍后回来 我们就要看看 今年的大会 到底有哪些重要的议题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方先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经济 全新打造 为信为时 新闻天职 美国之音 VOA卫视 欢迎您回到VOA卫视 在星期二呢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都要在纽约 来出席每年一次的 联合国大会 而叙利亚冲突 还有伊朗新总统的出席 很可能会给这次的大会 蒙上了阴影 有关详情 下面先来看看 美国之音记者 贝希尔的报道 今年 由于阶梯型的联大会议大厅 正在全面装修 各国领导人 在现代会议大厅里 举行年度辩论 那里有为人们所熟悉的 绿色大理石讲台 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明确表示 叙利亚问题 占据国际议题之手 他说 这是全世界面对的 最大的和平安全 和人道主义挑战 让我们明确这一点 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 仅仅是冰山一角 必须结束叙利亚人的苦难 叙利亚问题的主要各方 将在联大之外举行会晤 美国国务卿克里 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将讨论如何执行叙利亚协议 促使叙利亚放弃和销毁化学武器 潘基文秘书长计划召开 联合国安理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外长会议 潘基文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 拉赫达尔·伯拉西米 也将跟克里和拉夫罗夫会晤 讨论如何推动用政治途径 来制止叙利亚内战 我诚挚的希望在我们会谈时 能够制定美俄日内瓦两国会谈的日期 伊朗新总统鲁哈尼出席连弹的目的 也是吸引国际关注 和他的前任艾哈迈迪·内贾德相比 鲁哈尼的态度更为温和 很多领导人都急于想听鲁哈尼要说什么 伊朗政府是否准备和西方改善关系 以及伊朗是否有意终止核项目 人们还猜测 纽约联大期间 美国和伊朗总统是否会举行非正式会谈 虽然媒体的焦点集中在叙利亚危机 和伊朗新总统身上 不过130多位总统和总理在纽约聚会期间 会利用这个机会讨论其他范围广泛的重要议题和冲突 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报道 那么继续我们来看看是一份来自联合国一份组织的报告 它说国际间消除同工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 从2000年来全球同工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 而从事高危险性的工作的同工人数也减少了一半左右 不过这份报告还说 这种改善的速度仍然不足以达到国际社会所定下的一个目标 那就是希望能够在2016年前能够将最恶劣的同工形式来完全的消除 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23号发布的消除同工成果报告说 自2000年到2012年全球5到17岁之间为达法定工作年龄的同工人数 已经从2亿4600万人减少到1亿6800万人 其中又以2008年到2012年减少的人数最多 此外以地区分布而言报告也指出 在同工人数减少最快的四年中 以亚太地区减少的人数最多 从1亿1400万人减少到7800万人 远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减少的数目 不过三年前在海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同工会议上 与会各国曾经通过一项决议 要让最恶劣的同工形态在2016年前完全消失 尽管国际间已经努力让同工减少三分之一 不过要达到2016年的目标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 这个四年一度发布的报告与近年来一些关于 在印度、墨西哥、印尼和摩洛哥等地区同工人数减少的报告结论一致 国际劳工组织希望通过这份报告 为下个月即将在巴西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打击同工会议进行铺垫 提供各国政府和活动人士一个更清楚、更明确的路线图 来调整策略、消除同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动成方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把焦点转向亚太地区 中国指责美国在日本部署第二套X波段尖端雷达装置的做法 威胁到了地区安全还有全球的战略平衡 美国方面曾经知会中国说部署这些雷达装置 是为了要抵御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 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报道 去年12月朝鲜发射远程弹道导弹 一个月后又再次试爆核武器 引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之后不久日本首相安倍今年2月来到华盛顿 与奥巴马总统就应对地区安全挑战达成多项共识 包括在日本京都郡部署美国最先进的X波段 TYP-2型雷达装置 在此之前美军已经在日本北方部署了一套同类型的雷达装置 据日本媒体报道 新的部署方案曾遇到京都当地民众的反对 但上个星期获得了地方当局的批准 预计这套雷达系统将很快部署到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9月23号星期一不点名的指责美国和日本 以对付朝鲜为借口 部署尖端反导弹雷达系统 认为这一部署会威胁到中国的军事威慑力量 地区内个别国家或集团 以朝鲜核岛威胁为幌则 单方面建立反导系统或进行集团合作 这不利于地区防扩散问题的解决 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 对全球战略平衡也将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 美国国防承报商雷神公司制造的X波段 TYP二型雷达装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 防御雷达装置 该装置利用X波段高分辨的特点 准确搜索分辨和跟踪敌方弹道导弹 积极运行轨迹 并将数据传送到海上或陆地上的探测和5G发射系统 最后将敌方弹道导弹拦截机毁 根据雷神公司提供的资料 TYP二型雷达既可以部署在距离敌方阵地很近的前沿地带 在敌方弹道导弹发射后的升空阶段 将信息传递给指挥和控制系统 也可以部署在后方 在敌方弹道导弹飞行后期捕捉相关数据 迄今为止进行的导弹拦截试验显示 TYP二型雷达对于搜索和捕捉短程和中远程导弹相当有效 中国常常将美军在东亚地区的任何军事部署 视为围堵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并力图提高自身军力 阻截美军介入未来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 美国曾就X波段TYP二型反导弹雷达装置 在日本的部署知会过中国 并一再表示美国无意围堵中国 但五角大楼官员在与中国官员互动时强调 地区主权争端不可用武力解决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 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美国人记者李保华盛顿报道 那么继续我们再看到 中国印度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 他们纷纷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 在这个星期举行大会的机会 表达了他们要扩大使用核能的决心 尽管我们知道 日本的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 引发了对于核能安全的广泛关注 下面继续是VOA卫视记者 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两年来 出于对核能安全的关注 世界核能发展的步伐有所放缓 不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星期举行的年会上 亚洲国家发出了扩大使用核能的信号 中国代表团团长马辛瑞通过翻译说 中国政府支持核能发展政策的坚定信心 从未动摇 中国目前运行的核电机组达17台 再建核电机组28台 再建规模居世界首位 韩国也表示在继续扩大其核能项目 韩国目前有23个核电站 并计划在2024年年底之前建造11个新的核反应堆 印度核能委员会主席辛哈 在大会上列举了印度核能发展上取得的进展 包括印度自己研发的重水压水式反应堆 4个印度设计的700兆瓦重水压水式反应堆的建造 正在按计划进行 印度计划在不同的地方 再建造16个同样装机容量的反应堆 印度目前运行的核电机组有19台 印度尼西亚 越南和巴基斯坦 也都表达了建造更多核电站的意图 国际原子能机构连续第三年降低核能增长的长期展望 但是他说 由于亚洲的核能增长到2030年 全球的核发电量仍然会增加将近一倍 VOA卫视绿雅 任玉阳 华盛顿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VOA卫视 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 那目前主持人宝生也来到我们现场 要来介绍今天的讨论主题 欢迎你 宝生 您好 宇文 是 我知道每次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 可以说是涵盖中外 今天我们焦点好像要锁定中国 是不是先跟我们谈谈第一个主题是什么 是的 第一个主题是关于中国的微博的现状 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的微博发展得非常的迅速 全国几亿人都在使用微博 那么更造就了一大批大V 所谓大V就是拥有很多的粉丝 同时在互联网上非常活跃的这种公众人物 像什么李承鹏 潘石一 还有薛蛮子等等 他们的粉丝数量动辄几十万 再多一点甚至几千万都有 他们几乎左右着互联网上的这种话题的讨论 以及舆论的走向 但是最近大V的日子不好过了 首先是中国的高检和高法出台了一个规定 就是说如果你要散布谣言 你谣言被点击阅读了五千次 被转发了五百次 你又有可能被治罪 接着像你刚才提到的薛蛮子 因为这个嫖娼罪被抓了起来 而且在中国的央视上可以说是游街示众一样 还有其他的人纷纷的这个封口 不敢再说什么 李开复回到了台湾 潘石立 潘石一投诚等等 很多人就说 中国是微博无限好 大V近黄昏 还有说中国的现在大V们已经进入了冬眠 那我们就要讨论一下 中国的微博是不是进入了冬天 对 那么有关于微博的 是不是进入冬天的话题 稍后我们知道我们的齐之锋 他在中国网络观察里 还会有继续深入的讨论 第二个焦点据说也是跟中国 而且跟名声切实有关 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已经迅速的步入老龄化社会 而养老金制度是整个社会非常关注的话题 最近清华大学出台了一个养老金顶级设计方案 就是规定了中国人可以50岁退休 然后6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 这个方案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那么从50岁到65岁怎么办 和西北风吗 那么我们讨论的话题 就是谈论一下中国的养老金制度的感觉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宝生 那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 持续的锁定我们BOA卫视 收看稍后时事大家谈节目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VOA卫视 继续我们看看来自柬埔寨的消息 柬埔寨议会已经批准了 洪森连任为期五年的首相职位 而反对党则抵制了这次的议会议事 就在星期二 柬埔寨反对党连续第二天抵制议会议事 议会大厅呢 有一半的座位都是空着 洪森向议会表示 有关7月28号议会选举存在舞弊的指称 是没有根据的 他还表示 他的政府愿意与反对党 柬埔寨救国党来进行谈判 但是该党的议员必须要首先宣誓就职 洪森表示 他的党正在考虑让反对党的成员 来担任几个高层的职务 其中包括了议会的副议长 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 星期一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 柬埔寨必须要团结一致 由于柬埔寨救国党进行了抵制 只有洪森的人民党的68位议员做西哈莫尼国王的听众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科技界的一个消息 在加拿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 黑莓公司已经同意要以47亿美元的价格 被他的最大股东来收购 黑莓公司在星期一的声明中宣布 他已经与费尔法克斯金融控股公司签署了一份意向书 根据这笔拟意中的交易 这家加拿大的控股公司将会向黑莓股东来支付每股9美元的价格 在星期五陷于财务困境的黑莓公司宣布 本季度亏损10亿美元 并且打算要解雇40%的员工 黑莓实际上在10年前发明了智能手机 而这种手机呢 是用拇指来操控这个小型键盘的装置 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手机现在的发展 让黑莓机都没有生存的机会了 那么您现在收看的是9月24号 星期二晚上的VOA卫视 近几个月来 中国各地的警方对于异议人士 尤其是对通过电脑网络 对中共还有政府提出批评的人 来展开了打击行动 打击的对象甚至包括未成年人 这在中国的国内外 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慑 接下来中国网络观察栏目主持人 齐之锋就有详尽的介绍 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齐之锋 好 谢谢玉文 说起震慑 可以说震慑的效果主要是来自意外 例如古往今来 世界各国 世界各民族 对未成年人都是爱护 保护 呵护 于是中国共产党当局 动用国家机器 对未成年人进行打击 这种做法令人感到意外和震惊 由此所取得的震慑效果 绝对是盖世无双 非同寻常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 中国官方全文媒体 上个星期一本正经的报道说 甘肃张家川公安机关 依法抓捕 并行事拘留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 理由是那个16岁的孩子在互联网上传播谣言 其实就是那个小家伙对当地政府的作为提出了批评或抱怨 于是中共当局这种政治镇压 不放过孩子的做法 在国际间造成的震惊 也造成了强烈的鄙视嘲笑和谴责 这种鄙视嘲笑和谴责从世界媒体一关报道的题目就可以略见一斑 例如 中国因在互联网上说游行便被认定是煽动 初中三年级学生被拘捕 这是日本时事社报道的标题 中学三年级学生在网上说一句游行便被拘捕 中国公安当局表示该学生对社会安定造成深刻影响 这是日本共同社 中国青少年被捕 有争议的罪名是在网上散布谣言 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 中国反谣言诽谤法规新出台地位被捕者是16岁的男孩 这是英文国际工商时报 根据中国新的言论管制法 中国一位学童被拘捕成为被拘捕的第一人 这是英文的印度时报 顺便说一句 中国当局镇压青少年的做法 显然是把印度时报那位记者给震慑昏了头 让他把男学童schoolboy错写成女学童schoolgirl 中共当局所掌控的警察机关展开加强言论管制 打击网络批评意见的运动 本来就造成了足够的震慑和鄙视 如今中共当局在将打击范围延伸到青少年 促使台湾反对党民进党立法委员洪志昆 发出这样的震惊加鄙视加嘲讽的评论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立法委员洪志昆的评论说 这两天在台湾最热门的大陆新闻 就是15岁的中学生传摇被刑拘的消息 台湾的小屁孩既羡慕又吓得尿了裤子 心情复杂啊 谁会想到初中生一夜之间这样爆红 更想不到一个初中生成了杀鸡警惚的对象 对岸当局这次算是成功的吓坏了台湾年轻人 在中国大陆也有网民发出了异曲同工的评论 也是充满鄙视和嘲讽 一则来自中国大陆的网络评论说 史书一定会这么说的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正确 他们选择了世界上最孤独的活法 一种思想 一种声音 一种沟通方式 这就是抓人 为了进一步烘托强大的形象 他们派出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 英勇合作合围 成功地抓走了一个造谣的初三的学生 中国当局通过抓捕一个未成年人 所造成的震慑效果是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 发出愤怒的抗议 与此同时 中国网民查出甘肃张家川公安局局长行贿 公安局还篡改被捕青少年发帖时间 以便罗知那个中学生煽动骚乱的罪名 在世界媒体的围观下 在中国网民的愤怒吼声中 中国当局一开始指高气扬 随后节节败退 最终在9月23日凌晨2点慌忙 释放了那位青少年 中国当局本来是试图震慑中国的公众和网民 但这一次中国当局 中共当局显然是被网民和公众震慑了 与此同时 中共当局的支持者也有人在网上发帖 为中国当局这次没能好好收拾那个中学生 而感到惋惜 看来互联网震慑在当今中国 到底是谁震慑谁还难下定论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网络观察 欢迎继续回到VOA卫视 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海军大楼的致命枪击案 目前相关的调查仍然在进行 当局表示枪手亚利克西斯 他在早些时候购买了犯案的枪械 而这项调查也引发对于枪支 进行新管控措施的呼声 有关详情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美国联邦执法部门的调查人员 继续在华盛顿的海军设施收集证据 当局仍然没法说清楚 是什么原因导致亚利克西斯 星期一开枪滥杀12个人 他后来被警察击毙 目击者说 曾经是海军预备役和军方合同工的亚利克西斯 拿着一把猎枪进入海军大楼 不久之后就开始射击 韦福误读了这个枪击案嫌疑人 打死他的同事 我把头抬起来 我看到他把枪瞄准我的朋友 并将他打死 这起最新的枪击案再次引发了对枪支进行更加严格控制的辩论 很多枪支拥有者反对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 奥巴马总统则再次敦促国会议员制定新的法律 我们没有一个足够牢靠的对购买枪支进行背景调查的系统 使得这种大规模的枪击事件更容易发生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今年3月公布的一个研究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 美国总共发生了78起发生在公众场合的大枪击案 导致547人死亡 海军设施枪击案受害者的家属 以及去年康尼迪克州一所小学被枪打死的26个人的亲属 与国会议员们齐聚国会山 当90%的美国人认为 人们在购买枪支前应该对他们进行背景调查 而我们不能在美国国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一个法案 我们的民主体系出了毛病 今年早些时候 有关枪支控制的法案没有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因为一些民主党议员和很多共和党议员 反对对购买枪支施加新的限制 比勒特是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我认为在枪支控制的问题上坦率地说我们麻木不仁 我认为很多人他们感染这样一个事实 即这些只是我们不时不得不对付的孤立事件 仅此而已 像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这样鼓励枪支拥有权的机构 在华盛顿海军设施枪击案发生后没有发表声明 但是在过去 他们一直与限制美国人拥有枪支的努力做斗争 全国步枪协会是一个很有势力的组织 在科罗拉多州的选民 把两位支持温和的枪支管控措施的州参议员选下台之后 该组织的成员以及科罗拉多州支持拥有枪支的人 举行了庆祝活动 康捏迪克州的女国会议员SD做好了还击的准备 这不能成为新的常态 这是不可接受的 尽管有对枪支进行更加严格控制的呼声 但是分析人士说 今年仍然没有足够多的国会议员支持通过枪支法案 我们知道乌龙这个词啊 本来是指在足球运动里 一方的队员把球踢到本方的球门 而导致对方得分 而后来呢他又被引申为是稀里糊涂的出差错的意思 对于媒体来讲 误报或者错报新闻就会被称为是自摆乌龙 最近在中国有两家官方媒体 他们就在一条重大的国际新闻上摆了一个超级乌龙 一位卫视记者江河在下面的火墙内外就要为您介绍 发现火墙内外的内容因为技术的问题 我们可能稍后才能为您播出 不过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OMG美语的时间 您是不是经常也烦恼 到底要怎么样写一封适当又得体的英文邮件呢 我们赶快来看看 今天白姐要教你哪些小诀窍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姐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每一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 一直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 我们昨天谈了 怎么用美语写 email的打招呼用语 还有开场白 所以我们今天当然就要一起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结束一封email ending sentences ending sentences 收尾 如果你想跟对方约着下次见面或者谈一谈 可以有这样两种方式收尾 第一就是表达你想跟对方约着时间再谈谈 Looking forward to discussing this further with you 很期待下次继续谈 第二就是与对方说个聊天或者见面的聚期时间 比如说 Do you have time to chat this Tuesday at 4pm 周二下午四点六时间聊天吗 Do you have time to meet this Tuesday at 4pm 周二下午四点六时间见个面吗 Ending expressions Ending expressions Ending expressions 落款 The way you end an email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how you start an email 有见的落款和有见的开始同样重要 This is how I like to end an email to anyone professionally, personally, anybody 我一般落款最邪 best regards 败姐 best regards 败姐 此字敬礼 败姐 It works for all occasions 这是一种通用的用法 适合各种场合 If you're a little bit more familiar with the person you can shorten that to read 如果你与对方比较熟悉的话 也可以简话这样说 best 败姐 好, 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 How would you end an email If you wanted to set up a time to meet败姐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OMG美语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我们反对 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 美国和亚太地区 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 它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 有一个非常平衡的 你们有他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 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刻 中华民国政府拜托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刚才在节目中 我们为您报道了 华盛顿海军设施枪击案的调查 可以说引发了对于枪支管制的讨论 而另一个调查重点 就是枪手亚历克西斯 他的精神状况 人们都在质疑 为什么曾经有过精神问题的 海军合同工亚历克西斯 他能够通过背景调查呢 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 五角大楼记者雷露斯所做的报道 调查人员从警察 部队和医疗记录中 对亚历克西斯了解越多 问题也越多 他为什么可以通过背景调查 获得出入证 让他进入海军大楼 杀害12个人 美国海军发言人 约翰·科比少将说 调查人员正在仔细研究他的背景 我们海军也在调查 他在海军服役期间的情况 他在海军服役期间的情况 看看有没有忽视任何情况 当时是否应该做出不同处理 亚历克西斯有过警察记录 包括他在海军服役期间 违反枪支法 还有不当行为 近期他还患有精神问题 最近他告诉警察 他出现幻听 警察把这个情况转告给了海军 亚历克西斯曾经到政府 为退伍军人开设的一个医疗诊所 去寻求治疗 后来他来到这家商店 买了一支枪 进行了这次袭击 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 要展开广泛调查 寻找体制中出了什么问题 枪击案进一步提出了军队 排查精神疾病患者的问题 上个月 原美军陆军情报分析员 布莱德利·曼宁 被诊断出有性别认同问题 和焦虑症 他因间谍罪被判刑 这是涉及美国历史上最原重的泄露机密文件 巴巴拉冯达伦是一名临床心理医生 他创立了一个组织 为退伍军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他认为 问题在于人们没有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我们国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 心理健康是整体健康的一个部分 这不仅仅是军队的问题 我们通常不好意思说 啊 我得了抑郁症 我得了焦虑症 我需要治疗 军队当中更是如此 他们的精神是 要坚强克服问题 亚历克西斯没有去过伊拉克和阿富汗 没有迹象显示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可是冯达伦说 亚历克西斯反映有幻觉 最近又因为失眠去医院看急诊 这些都应该进行严密调查 失眠常常告诉我们 出问题了 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不安 所以我们要更好地看到这个问题 有很多工作要做 国防部正在认真检查 如何在排查过程中 发现应该警惕的信号 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为什么审查过程没有这些项目 赵世人当时在干什么 这些都是合理问题 我们要进行处理 在亚历克西斯的案子中 任何一个问题单独来讲 都不足以取消他的出入证 或者不让他通过背景审查 现在有关官员正在重新考虑 背景审查的过程 希望避免悲剧重演 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 五角大楼报道 好 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VOA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 或是看法 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at gmail.com 我是郑玉文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不过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由宝生 还有吴欣欣 为您主持的第二小时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赶快把时间 交给宝生还有欣欣